从无到游 从零到一 欢迎收看第一统机 我是老何 我是查理 诶 查理啊 最近一段话刷爆了投资圈 我们俩给你听听啊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 推荐技术赋予的信息分发能力 跨端点动动投析 分多个产品资源 实现深度攻击 形成组合权 打造内容生态比闻 以此不能客户用户价值 未来的我们要增加 横向不同场景价值 延长服务练度 同时众生满足用需求 借付人类年龄的自然性能 在小 中 轻 多个年段 制度渗透 另外通过加强基建投入 多种阵地相关产品 完善经营价值变速 建立对外用户 直接有影响 这什么鬼东西 这个呢就类似于 做自我介绍者说 你好 我是无用食品 卖包装管理协会会长 主要做绿色产品的 专注于环保和生态资源循环 进行产品分类 并依据国际惯例 进行相应补偿 啥意思 你到底先干啥呢 我是SOPLAR 我靠 这不是黑话吗 对 这就是张一鸣在前阵子的演讲中 批判互联网圈的黑话什么 张一鸣就是那个抖音的老板 每天给我们推送一大堆小姐姐的影响 你能看到小姐姐是因为你想看 大数据看透了你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TMD之一的张一鸣 是如何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的 1983年张一鸣出生在福建龙岩 龙岩有三节 字节张一鸣 美团王兴 雪球方三文 西鸣有哼哈二将 老何和查理 还是海尔兄弟好心点吧 不行黑白双煞也行 张一鸣家境不错 学习还可以 但一直是一个技术宅男 高考报追念的时候 张一鸣有四个标准 女生多 离家远 靠海 还要去北方 女生多 我懂张一鸣 张一鸣上大学的时候 只做三件事情 写代码 看书 修电脑 老何你上学时不是也有三件事吗 泡本班的牛 泡别的戏的牛 泡外交的牛 我这个都是无用功 但是人家张一鸣靠着修电脑 追到了自己的老何 我还是关过一个呀 唉 大学毕业之后 张一鸣就开始创业了嘛 对 而且他创业不是为了钱 是因为刺激 你好烧啊 2005年 张一鸣大学毕业 并选择了创业 从此开始了坎坷之路 有手的儿子丹丹 爱爱爱你的儿子好似 我爱爱看乌子桑 我爱死 孤独二百子桑 塞爱恨 停 你这也太坎坷了吧 创业就是要历经9981万呀 毕业的时候 一位师兄在BBS上 看到他的背景资料 找他一起创业 做企业协同办公系统 做了一年左右离开了 因为市场很一般 BIRST BLOOD 2006年2月份 张一鸣加入酷讯 一家基于搜索引擎 提供旅游信息服务的初创企业 张一鸣是公司的第一位工作师 做到了CTO 但是觉得没意思 又走了 Double Kill 2008年 他离开酷讯加入VR 对于曾经在VR的日子 张一鸣这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无聊 所以他干了半年又走了 Triple Kill 接着张一鸣就被老乡王兴 挖到了糞口 做技术合国人 干了一年又被有关部门下架了 9月份的时候 海辣亚洲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 王琼找到了张一鸣 要求他一起做房产搜索 成立了久久房 但是最后只有浪花 没有海浪 张一鸣觉得不符合他的人生信条 又走了 张一鸣也太任性了 简直是厕足里玩撑干跳 过分 啥都干个一年多就不干了 他老婆不翻套 俗话说得好 上辈子杀人作恋 这辈子难有创业 据统计创业是当代社会 离婚的导火索之一 但是张一鸣有一个好老婆 老婆好 创业成功的一半 找个65页PPT女主那样的 估计直接破产金钻 老妈住院了 张一鸣和他老婆住院之后呢 sorry sorry 张一鸣和他老婆领证之后呢 一直没有五万婚礼 没有拍婚纱照 没有度过密约 他老婆说呀 等有了孩子之后 再一起办就行 说得真的很让人感动 因为爱情 连续创业没有什么大的浪花 他一度感到有些失落 每天回家呀 就是玩手机 老婆看到了之后就说 你做点自己的爱好也行啊 张一鸣说 我的爱好就是通过手机 获取信息 好家伙 等我有了老婆 以后打游戏 就和未来老婆说 我正在使用技术服务的 信息分发能力 与人机进行深度共建 形成组合权 探讯产品交互价值 喂 请问是晚屏南路600号吗 话说回来 创业成功本身就是 第一概率时间 不成功也很正常 买伞票没中 会有内疚感吗 2011年 在他老婆的致死下 张一鸣卖了 唯一一套北京的住房 筹钱准备再次创业 全家人一起租房住 这一年翻上了 两件人生大事 一是张一鸣的儿子出生了 小明张开心 二是张一鸣成立了字节跳动 也许啊 正是儿子的出生 才让张一鸣下定的追星 再次创业 字节跳动公司呢 先从网友爱看的 报效图片 网络段子 美女照片开始做起 推出了一系列的爱 包括内含段子 内含漫画 我是吃货的 对于新用户呢 平台就推荐点击量大 浏览量多的内容 对于老用户呀 就推荐你看的最多的 那一类内容 接着呢 将这些爱 投放到各个手机 应用商店 看哪个效果最好 最后内含段子 脱颖而出 短时间积累了 非常多的用户 接下来 2012年 张一鸣上线了 今日头条 2012年7月份 张一鸣找到了王琼 并在卡夫馆里 用餐巾纸画出了BP 给人看看 立刻获得了 SIG 海纳亚洲等 数百万美元的 A轮投资 我知道还有一个人 是用餐巾纸写 那就是亚马逊老板 杰夫贝索斯 他把内含段子呢 引来的所有流量 全部导入到 接日头条 短短三个月 头条的用户 积累到了 可怕的1000万 一年半之后 头条用户破亿 估值达到 35亿人民币 我当然也就是 一念之差 当了这么个老大 接下来 2016年9月份 字节跳舞 推出了 大家最喜欢的 小姐姐跳舞平台 抖音 2018年5月7日 TikTok在海外苹果商店 成为下载量第一代 2021年 张一鸣身家 达到了3500亿 千桃万路 虽辛苦 吹尽狂杀 使道金 行行 该吃药了 知道这个财富增长 有多可怕吗 2020年到2021年 每天张一鸣的财富增长 达到了7亿 我们把张一鸣 创业的一些感悟 写在了屏幕上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这样了 大家素质三连 点赞评论加关注 支持我们 不迷路 爱您哟 从头到尤 从频道音 我是老何 我是查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